请听汉武大帝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文治武功汉武大帝第二十集 我是安季 上集咱们说到 元丰元年正月初一 汉武帝再登上松山 修建寻真之台 摘戒金丝 希望可以得到神仙的眷顾 到了四月雾尘那天 武帝在成华殿中闲坐 东邦朔董仲军陪他闲聊 忽然看见 一个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上前来 女子自我介绍说 我是天上王宫的玉女 叫王子登 西王母派我从昆仑山来看你 听说你好不看重帝王的基业 一心寻道 多次到山山五岳去祈祷 像你这种人是值得传授真道的 从今天起 请尽心斋戒 到七月七日那天 王母会降临来看你的 武帝听了又惊又喜 赶快离开座位下拜行礼 答应一定照玉女的指示去做 刚拜完 玉女就突然消失了 到七月七号 宫廷内外清早一新 汉武帝还命人在大殿上 为西王母专设了座席 然后穿上华服 宫廷内外一片庄严肃木 恭候着西王母的降临 到深夜二更时分 忽然看见 西南天空涌起阵阵祥云 翻卷着直奔宫廷而来 刹那间 西王母就到了殿前 后面还跟着好几千仙人 有的乘龙骑虎 有的驾着白麒麟或白鹤 有的乘着天马或华丽的车子 把宫廷映照得光彩耀眼 西王母看样子三十岁左右 身材适中 天姿延矮 容颜绝世 王母坐在特被她设置的座席上 等五弟跪拜问安后 他就招呼五弟一同坐下 随行的有天宫的厨师 这时就送上来天厨特制的食物果品 这些佳肴色香味美芬芳四溢 还有那些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酒浆 都是人间所没有的 五弟和王母饮了几群酒以后 王母就让身边的侍女公子 走出天宫中的音律 这些乐器走出的音乐 深圳九天 音调清朗 美妙动听 齿霸 王母说 修炼倒数 就是要移养精神 改变形体 修炼到既能养好精神 又能改变形体的程度 就可以成仙 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 就免不了一死 我现在让为我管理书香的侍女 李庆孙 把这些秘诀都写下来送给你 希望你按照陆下的秘诀 去认真修炼吧 王母说完后 就打算马上回天宫去 这时 五弟离开座位 向王母叩头 再次请求她留下来 王母见她极有诚意 就停下脚步 让侍女郭蜜香 到上园夫人那里问候求教 侍女走下殿去 立刻就不见了 不到片刻又回来了 还带来一个仙女 这仙女就是上园夫人的侍女 不大一会儿 上园夫人果然来了 也是先听见云中 有销鼓音乐的声音 接着是上园夫人的文武侍从官员 一千多名吧 都是女的 年纪十八九岁 容貌都非常秀丽飘逸 格格光彩照人 上园夫人年纪也就二十多岁 更是天资金药 灵谋绝朗 青色的袍服 秀着五彩祥云 上园夫人也带来了厨师 摆上来很多仙真美味 五弟立刻起座 向上园夫人叩头问安 上园夫人笑着说 人在恶逐的人士 必然贪酒好色 追民逐利 这在人间是其以为常的事 你贵为天子 在这些方面 比普通人就更加厉害 然而 你能在富丽华贵的宫中 向往修炼 除却胎势私欲的根子 修身养性 这说明 你还算是个有志向的人呢 王母也说 我看刘彻的心 还是很成的 这时 上园夫人就问五弟 你果真向道吗 我听说你多次招纳术士 到山岳祭祀 为神灵见祠 向山河祈祷 也算勤奋了 然而你这样勤奋 却没有什么收获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上园夫人告诉汉武帝 有五种私欲 会使人神哭气节 心灵污浊 五脏六腑都不干净 再好的良药 也难以治好这些完症 这五种私欲是 暴躁 暴躁 淫乱 奢靡 冷酷 和贪心 暴躁使人心气浮躁 心神不宁 淫乱使人消耗过度 而灵魂伟顿 奢靡使人离开真道 而魂魄不尽 最终 闻消命丧 待人冷酷 会使人丧失人意 贪心自私 会使人用尽心计 内心紧张 而外界失和 而有志于修道的人 就是要清除这五种私欲 否则再刻苦 也徒劳无功 如果真心修道 信念坚定 哪怕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坚守自己的志降 心中保持最纯真的天性 那就一定会成功有望 这是王母又拿出卷经书 对五弟说 这是五月真行图 当年在三重天的太上道军 勘察河流海洋的长短 和山月的高低 然后立起天柱 使大地稳定 又配置了五月山脉 使八方平衡 之后 他建仙宫 让仙人们居住 在蓬莱仙山建了管舍 让得到的真人聚集在一起 让水神住在吉阴之园 安顿太帝 住在福桑国的山丘 于是 庙堂的禅室 成为修炼的圣地 波飞浪涌的海岛 成了仙人们的宫阙 让皇帝炎帝的子孙 住在东方的盈州 并永远地繁衍下去 江河湖海都是各有规律的 从空中看 山脉的走势规矩 和河流的盘曲形状 形似书字 这就是以象形来表达实际存在的事物 这些文字是太上道君 在玄台秘密造成 是神仙们交往的凭据 他们佩戴着 成为传道的宝物 道士带着这些神福 在明山大川云游时 就可以得到 众多神仙的接待和尊重 王母又说 你刘彻虽然还没有得到真道 但你能够数次求访神仙 孜孜不倦地追求道的真谛 说明你还有求道的真诚 现在我就把它传授给你 你要怀着最恭敬谨慎的诚意 来供奉它 像供奉君主和父亲一样 修道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那就是求长生并不难 懂得修道的真谛才难 懂得修道真谛也不难 真正按着去修炼才是难的 而修炼也不难 最难的是坚持不懈 修炼到底 梁师只能把方法规矩告诉徒弟 却不能保证徒弟一定能有出息成巧匠 之后 上元夫人也把方树秘金十二卷传给汉武帝 并嘱咐和武帝要好好珍藏 谨慎从事 刘彻再三拜谢接受加莱 然后天色加明时 王母和上元夫人一起乘车离去 随从的侍卫 车马 龙虎 开路的仪仗和金月都和他们来时一样 只见彩云密集 一片分心的气味 他们的行列一直往西南空中升去 过了很久才不见了 武帝把王母和上元夫人 授给他的真金合在一起 加上那真金的图像 一起装在一个黄金箱子里 安放在柏梁台上 每天亲自浸身持斋 焚香打扫 然后就按照真金上的要求去修炼 汉武帝自从得到真金后 修行了六年 觉得心胸清爽 格调高雅 认为 既然得到上界大仙的清传 自己一定能得到成仙 这天 他正在李夫人处歇息 忽然听得有人前来急报说 不好了 安放真金的柏梁台 熄火了 汉武帝大吃一惊 急忙赶到柏梁台 一查究竟 只见面前一股清烟 又直又长 冲天而去 汉武帝顾不上危险 忙不迭打开存放真金的黄金箱子 却见 里面的金书已经全部化为灰烬 看着手中的灰烬 汉武帝痛心疾首 垂胸顿足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